行了 除了不做家舞台有什么呀 当时就是我父母特别反对嘛 他小心眼 特别激愁 就是他就不想为了我 去怎么缓和我父母的关系 就是每次都是我买好礼物 就带好东西 然后去哄他 还要哄他半天 哄他干嘛呢 就让他给我回家呀 他小心眼 他激愁 你说那个回家 平时你自己回家就得了吧 非这是我干嘛让他回家 就是小心眼 就是因为我就是父母 当时不出院的时候就不高兴 就因为我父母啊 就不 就刚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嘛 就因为这个我父母 就凭我有半年的时间 就不怎么见面 然后就是我就是为了缓和 然后我带他回家 这父 这就是这半年 我父母对他就是财富了点认可 认可他什么呢 就是说就是现在就是认为他 就是说对我好呀 但是其实那都是表面的 等于你自己伪装 对 然后让他去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父母就根本不知道 就是他就是从来都不照顾我 你就是说你就是我现在就做 就都我不高兴了 他还说给我要个孩子 你说我都过来都不快乐 你说我带我一个孩子 我不得产后抑郁吗 你特想要 你说我三十多的人了 你说我现在没有孩子 还等到什么时候要呀 那得对于好啊 他平时他就是这样 他就跟一个妹葫芦似的 没他都自己都是我自己在说 他平时就一句话他都不给我交流 不是你你接慢点他就说了 你接得太快了 他插不了嘴 为什么又想要孩子又不对老婆好呢 那我一跟他说要孩子 他就说等他工作稳定了 带着要孩子 我说你等你工作稳定了 我都多大了呀 你急这个是吧 那你没提要孩子这件事之前 为什么把人娶回家之后 也不对人好呢 我 就是你累是吧 那你娶媳妇是干嘛的呢 洗衣做饭 洗衣做饭加生娃是吧 是这意思吧 那你需要为洗衣做饭加生娃的 这个媳妇做什么呢 就呵护她 包容她 你呵护了吗 没有 包容了吗 没有 所以人家不生娃嘛 不是很简单吗 对吧 你把这事弄清楚 不急啊 慢慢说 现在最大的冲突是 他想要孩子你不想要 是吧 对 还有别的矛盾和冲突吗 有啊 毕竟我比他小十岁 过情人节啊 过生日啊 我总想就是浪漫一下嘛 我都会送他礼物 但是他从来就一件礼物 都没有送给过我 这个有很多人说形式主义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需要一些 仪式化的东西 至少是说 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人 我心里是有他的 所以才会想到嘛 你是怎么想的呢 兄弟 挣的钱你拿着呢 你想买什么 自己去买 干嘛 还要拽着我去啊 所有的钱都上交给他了 是吗 那你不是有零花墙吗 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惊喜吗 从来没给过吧 对 就是一年多 就跟人认识到现在 就一年多了都没有 我还记得就是 当时就是花五百块钱 就是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花五百块钱办上电影卡 他就陪我看过一次 他就再也不去了 他跟我说看电影没意思 不想陪着我去 然后不就问他嘛 我说你喜欢什么呀 他跟我说他喜欢钓鱼 就是平时就是 给我买化妆品 就是买衣服之类的 就是特别不舍得 家里不是好几只口红的吗 你干嘛非要买呀 那是女生嘛 不都是爱美吗 那你们生活里他就 每天一句话都没有 吃饭的时候也没话吗 每天就说话都超不过十句 啊 那干嘛呢 他就说他太累 他不想跟我说话 真的吗 是的 不是你得有多累呀 回家连跟老婆说句话都不行 反正是我在外面上一天班回家 感觉就像回家休息一样 不想说话 就是在我印象中 就是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他说的话最多的一次 就是他在外面喝了点酒 然后回家 哦 喝了点酒回家 对 然后他当时就特别浪漫 还跟我说一些 就是老婆我爱你啊 就是其实我也想好好照顾你啊 然后就之类的这些穹法 啊 哎呦